音樂 聽起來好老 其實第一卡片一開始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因為一個小小的壓扁的東西裡面 你居然可以做粗締體 這種感覺是不是很特別 你感覺上它好像很複雜 可是你只要推的方法就很容易上手 從2012年開始浮風文化 就開始製定一個立體書的解密計畫 2012開始 到了2019我們才正式出版立體書創作手冊 從最簡單的一張紙剪開之後 兩邊貼在折線的兩邊就可以站立 同樣的概念我們再延伸 你有沒有發現深入顯出一段一段的過來 再來 原來用同樣的概念 我兩端分開來我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波浪 好多立體書覺得好麻煩很複雜的 在這邊都被解密了 那這種解密的方法 不是只是為了純粹做我們自己開心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 讓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動手做 把自己的創意可以收納進這樣的平面裡面 你看到什麼 好像我做了一個小改變 我加了一個頭 從剛剛的延伸過來的 這一個改變我們再做多一點點 哇 我們左右再剪 折線之後套起來變成孔雀 再做進一步變化的時候 一件精彩的作品就出現了 創作是循序漸進 你掌握了源頭 你就擁有了無限的可能 那也很期待各位在未來日子裡面 能夠多多瀏覽我們独風文化的網站 不只會貼出一些有趣好玩的 一些旨意的分享課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